我们今天谈的是霸凌 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小树老师 刚刚听小树老师讲一堆事 就觉得当老师真的是蛮辛苦的 而且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当学校的所有事情 都一大堆人都可以介入的时候 那最最重要的东西 我就觉得一个状态 就是说家长 我觉得常常忽略的一件事 就是说小孩子的成长过程 其实学校只是教育的一部分 某些部分家庭里面的教育 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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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 有时候就像我刚刚听到你说 你是深教族 信誉族 信誉族 但是有一个就是你叫深教族 我觉得深教 我乍听之下以为是身体 就是深教不如 言教不如深教这样 是生活教育 我知道了 我说会直接想到这个地方去 就是说你的确是 父母亲对待小孩子 或者跟他沟通的程度 真的会影响这个小孩子的状态 或者是影响到老师跟 家长之间的关系 就是有些有些有些老师 是因为家长很容易沟通 什么什么状况 他可以跟你沟通的 对 那有些人是知道 老师是家长拍一拍一句 我干脆不跟你讲了 什么事不跟你讲 我举一个例子 我觉得这是小孩子 我儿子在成长过程中 我一直认为是可以拿出来 当作一种典范的 典范不是儿子 是老师 是老师的那种整个反应 我儿子那时候 他小学成绩还不错 他就当小老师 在旁边做了一个同学 就是成绩比较不好的 然后就老师教他说 你不会了 说吴丁先生你要教他 这样子 他们两个还不错 可是有一天老师就非常紧张 打电话给我说 有件事情 我必须跟你谈一下 我说什么事 他说吴丁先生今天做了一件事情 他非常诧异 而且他觉得必须让我知道 我说什么事 我以为他做了什么坏事 他说今天考试的时候 他隔壁那个同学偷看他 他一直举手说老师他偷看我 结果老师就去跟那个同学讲说 考试不要偷看吴丁先生 因为你不会老师知道你哪里 不会就跟他讲 因为那老师很棒 结果他说到最后他还是偷看 他说吴丁先生做了一件事情 他吓一跳 他把答案全部插掉 写错 让他抄 抄完之后再把它改回正确的 你知道吗 老师跟我讲他很紧张 意思是说他那么小 怎么会有这种心机 他让他觉得说 这孩子好 他有点哀伤 就觉得怎么那么不单纯 我一听就觉得 靠那是不是父母亲 我们常常耍这种心机 被小孩子学的 后来小孩子回来 有个人我就问吴丁先生说 你为什么会这样 他认为不公平 昨天晚上我们整个晚上谈的 我们事情就是这样 是成绩 因为他认为 他认为因为他成绩很好 所以他是小老师 如果他也是超他的之后 成绩跟他一样好 他就不可能当小老师 就是只是 他坚持在那个小老师 他只是小老师 那我那时候是一直觉得说 其实这个老师很棒的部分是 他看到了一个过程 他没有看到是成绩这个部分 他看到的是小孩子的 性 人格上面的一个东西 我这个对老师印象非常非常好 但是话又讲回来了 也许是因为他们在 我们在联络部 或者联络沟通的过程中 他知道这个家长是可以讲的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很多老师 或者很多校长 他不愿意把学校的霸凌事件 去知会家长 或是怎样子的 他可能会第一 就家长不好沟通 另外是家长根本找不到的 另外说家长说不定很强势 我让他知道我东西大条 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谈到一个东西是说 现在其实很多的民意代表 甚至社会帮派 都会介入到校园里面去 老师碰到这种状态 他们怎么处理 其实你说民意代表 我们坦白讲 因为我们等级很少遇到 因为民意代表来 他会直接到校长去 然后当然我们以职场伦理来讲 校长交办下来 我们就这么处理 对 然后你说帮派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有面临到 其实我们最主要不是说帮派 而是比较轻微就是要 就是顶桃 那是很基本的一个聚集的方式 而且他们会看 这一批要毕业了 我要找第二批来了 我要找下一个年级来 所以我们之前遇过说 有学长 毕业的学长要找二年级去参加顶桃 可是那个学弟不去 然后他就放话说要扁他 那个学弟就 就是我们后来事后有知道 我们就马上处理这样 其实就是说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制止他们不到 因为毕竟那是课后的状况 甚至讲一个最直接 他就我们了解 甚至他是用轻微的ketamine 在扣这些孩子 那我们也想 气图要去验 但是说真的 他们是轻微的礼拜五碰 从礼拜一来上课 可能验出来机率就比较少 那我们只能透过关系 比较更高层的那种调查局 或是什么警政单位 比较私密的 就是拨弄的那种交情 说你不要 小孩安心脱脱 然后尽量让他们就是 不要 到三天就能到三天 问题是你不要还真的走偏太多 就是变成你要跳脱教育体系 走另外一条管道 去跟对跟校外的某些管道另外 就是我们要用外校外的人脉去处理这种事情啊 所以我总想觉得 其实这几年来也是接触一些当老师的他们的complain嘛 我也是有一次开玩笑 就跟那个校长储备 储备校长的一个演讲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每个学校教育部应该有一个编制 另外行程叫做副校长 就校长只负责教育方针 有没有 学校行政跟教育的方向 这副校长干什么 这副校长就适合这样李永峰这种人 主风车执行长 就是是硕士 可是行为像流氓 他负责拨弄 不过这很重要 不要开玩笑 就是非常拨弄 就是说这副校长出来 负责跟家长拨弄 有很难留下的校长 就让这个副校长去拨弄 民意代表副校长去拨弄 习惯之后人家知道 校长是每个人 什么事情找副校长会 副校长在要喝酒的事情 都是副校长会 这样我觉得那个东西就会 会比较安稳一点嘛 可是现在安置 现在那个 我们现在的制度就变成说 校长他讲一个最直接的 他是一个算是特色人 但是你要让他去做那种 就是你要要八面玲珑 然后三教五流都要有朋友 因为其实他们要临选 也是要有一定的人嘛 对所以我说像这样医院嘛 医院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那不一定可以当非常好的医院院长 对他那个是另外一种管理方式 那个那个管理的 这是第一点 这个东西好像必须要一个单位 第二个就是说 我常常觉得学校里面有辅导师 辅导师 那辅导师其实对我来讲 我已经有在精神科的医院带过 我觉得那个东西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当我很多学生 很多心理上的问题 或者他遭遇到个人的一些状态 他其实不方便跟老师讲 或者不方便跟家长讲 还是要一个辅导师 这件事情是应该 这个东西是应该可以 他是独立的嘛 辅导师是本来就是有一个单位 因为我们现在学校编织是教训总府 教务处训导处 那训导处现在其实改的 很多都改成学生事务了 学生事务处 然后总务处 然后辅导师 这是并行的四个单位 可是你现在如果用现在来看 辅导师它的功能 就是被学生所信任 或是学生去参与 或是应用的评计高不高 高很多了 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辅导师 几乎每个学校辅导师都是养老院 什么意思 就是老师们去那边兼行证 等着退休的 嗯嗯就这样 因为以前就是 以前的教育方式是 这么着怕 怕怕的 总督说啊 他不会去顾虑到孩子的心灵层面 这一部分 那现在因为大家强调所有的灵体法 然后 你不能处罚他 你只能好好跟他谈 嗯 然后谈你可能 有些孩子说真的 他不是 因为单纯的心灵层面 他可能生理上的 像前阵子我看 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更好笑 他说 就是大家用这么多的食料 食用香料 这种香精啊 所以才会造成这么多 什么环境荷尔蒙 造成下缘这么多霸凌事件 嗯 然后我就觉得 有外国朋友跟我讲说 蓝布比较热情 因为他们常常吃冰榔 对就是会 好像某些食物 让孩子的情绪躁动 这个部分其实也有人去研究过 嗯 那就是说 呃 不是像以前那么单纯 我们可能还会考虑到 比如说像有的小孩子 是什么 妥瑞施症 嗯 他可能会有过动的状况 对那个以前我们都不会觉得 因为觉得这个孩子坐不住 怎么厉害呢 但是实际上他可能心理生理 其实都有问题 所以现在的辅导师 比以前功能强太多了 可是现在学校的辅导师 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 就是说学生主动去找他 还是说辅导师跟老师的联系是很好 呃大概一半一半 嗯 就学生会主动去找他 学生会主动找他 是因为可能这些辅导老师 有上到他们的课 嗯 那他跟老师认识 那另外一半被动的 我打断一下 就是说 你你认为是辅导老师 基本上也是在上课的老师吗 他们我们有安排辅导活动课 可是辅导的老师应该是 是应该受过非常专门的心理学的 的 你在学校 目前我们学校上看 专任的辅导老师 还是师院的 师大的辅导系出来的 嗯 对 他并不是一般的心理研究所 这种进来的 嗯 所以他本身还是老师这个工作 嗯 那为什么我们讲说 他要有的老师要去上课 因为他是行政职 他还是要课上 嗯 因为他本质还是老师 嗯 那有的是专任的辅导老师 那他就不用上课 嗯 那兼任的辅导老师 他可能 他本来一个礼拜固定多少节课 他可能 还是要上这些课 减掉一半的课 嗯 对 可是你在像现在学校里面 比如说一个老师在班上发现你的状况 会把这个学生转介到辅导师去的 多不多 应该是说看他们互动好不好 你谁跟谁的互动 老师跟辅导师之间互动好不好 嗯 因为他觉得我上去有效果啦 那上去没用 我回来自己处理就好了啊 呵呵呵 像我以前第一年当导师 我每天上去训老师 里面老师在吃食粿 一直外面吃食粿啊 啊我上去要做什么 我就自己处理就好了 呵呵呵呵 也有道理了 对啊 就是很直接 我送去有没有养 你今天 因为我们行政是资源教学嘛 如果今天行政没有办法 资源教学的时候 老师对行政没有信任 他就久久是不会 不会把小孩子送的过去 嗯 对 不不 这个 你你 资历基本上是蛮深的 就是说当过那么多年 哪有 我们家还没十年了 不叫深哦 十年有多久啊 不不不 没有啦 有多久啊 要三十年才退休 因为你在经过十五年 说不定就是老了 说不定要发公文 教人家怎样 就弄霸凌了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十年其实热情还在 人家经验也比较丰富 就是说你从你的观点来看 你从你的观点 就是说学校这种东西 就是说 就我们刚刚讲过 霸凌这件事情 在以后还是会发生 对 就是因为成长过程中 当然很多东西 被重视 小group 同宅之间的压力 等等 大家都会啊 他只是 他可能是程度上面 大大小小不一样而已 你认为如果是 要把这东西 减到最低 你觉得 你觉得那个 最主要的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说 老师跟孩子之间的互信度要高 嗯 然后再来老师跟家长的沟通要好 嗯 因为就像吴臣你刚刚讲的 就是如果说家长 恭喜 我也在电话中被家长骂过三字经 嗯 我长这么大也没被骂过 竟然还是家长这样骂 嗯 因为我告诉他 那孩子不OK 但是他就是不处理 他不觉得我孩子这么不OK啊 嗯 因为有的家长爱面子 那我觉得今天如果老师跟家长互动不好 相对的 老师对孩子的付出说真的 基本啊 嗯 因为老师这种行业是良心事业啊 嗯 因为现在很多人会秉持一个观念 多做多错 嗯 我们带孩子出来做活动 那一个出事就完蛋了 对哦 我记得你还带一头老鼓学生来看 看舞台剧 我说我要去家长 一定遇到很多所有家长 还说不定问说 看舞台剧的内容是什么 是谁编的 是谁导的 你怎么会带他去 那过程如果交通遇到危险怎么办 我们都有结合教学 对 因为我我记得我还有个人经验 就是某个女校 私立的女校的校刊要来访问我 三四个女生吧 高中生 那家长竟然先打电话说 我们的学校 我们家庭都很干单纯 所以你讲话千万不要来 吓到他们 好像把我们这个行业 就当得很低嘛 我说我直接跟家长讲说 那请他不用来 真的请他不用来 我觉得有啦 你就你刚刚讲的那种 其实这就是家长的观念 孩子是我的宝 我不能让他受到任何的污染跟伤害 但他没有去相信老师的专业 然后老师跟孩子今天 如果互信度不高 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不会跟你讲 甚至今天我要求孩子说 别人也不可以来 我们教室 所以当别人有人来我们教室的时候 小孩子没有讲 我会翻脸 因为我觉得 人家都亲门打后来跟我们家 你什么都没说 嗯 不管今天有没有发生的事情 对 我就说今天如果互信度高 孩子会愿意把心理告诉你 其实说真的 从我这样教书到现在 我就会看孩子其实要的 跟大人一样 就是人家的爱跟关怀 嗯 只是说现在家长真的太过于忙 那老师面对的学生 人数也太多 没有办法说我今天一天 八个小时在学校都把每个孩子都顾得非常好 对 我觉得我们今天总听到的是一个从事这个基层教育的老师的意见 我觉得比较之下就是当霸凌事件出现的时候 那些教育长官们所下的一些命令 或是他们所做一些活动 我觉得 嗯 其实 会念有很感慨 觉得不但是家长 有某些家长离自己的小孩子很远 我觉得我们教育主管最高主管单位 其实离教育本身好像也蛮远的 离教育现场 嗯 应该是说 如果今天学校有家 国家有教育政策 永远都是上面的人在决定 而不是第一线的老师有 有可以有发生的机会 嗯 因为但是永远接触孩子最多的是谁是老师 对 所以我还是利用这个时间跟现在是父母亲的 而知道一件事 当你自觉自己不是带小孩子的专家的时候 请相信一件事 老师有时候他们教育上面是专家 某些东西是要比较先 要相信一点他们 不要认为自己什么都懂 哦 那今天节目到这边 谢谢小树老师 也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大家